近日2021新微中国女孩大赛在京闪亮开启 国风华服正青春吸引了许多汉服爱好者及关注新微中国女孩大赛的年轻女生的目光 启动仪式在现场音乐伴奏下 在由24种杯帖书法组成的24节气背景画面中拉开帷幕 现场曾经参加过新微大赛的歌手叶佳出席的本次活动 并现场演唱了你笑起来真好看 这首快知人口的歌曲 2019年和2020年的新微中国女孩大赛全国总冠军贾蚁蒙和杨颖也受邀出席活动 并表演了精彩节目 喜欢看你的嘴角 喜欢看你的美少 白云高开的冷冰 想你能不要来点 下次真好看 三十天的花一样 反思永远的闹嗦 都没有优秀 不如同样追散 下次真好看 三十天的花一样 真的世界全会希望你也想我 此次活动 新微杂志邀请了光和少年组合作为特邀嘉宾出席 活动现场 少年们还学习了宋代护制问候的插手礼和万福礼 让观众再次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魅力 假否中他们也表达了自己对国风的看法 我是首先对古装就活动这方面比较感兴趣 因为我之前有尝试过就是古风的衣服 古装这种的这种活动的 成为活动元素的一些衣服 所以我还比较感兴趣 其实我对古装的话 因为我比较喜欢看武侠剧嘛 所以也想尝试一下去自己打扮成古装什么感觉 汉服什么感觉 我是尝试过 发现其实古装对身材是要求蛮大的 就是需要非常壮硕才能撑得起来 所以其实古装还是需要好好考虑 对 就是之前在江苏就是看秀的时候 然后看到了有关于国风的主题 然后觉得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嗯